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力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韦汪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这个国家 之前呢,台湾也说过 为什么不承认我们的护照 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护照 原来这个国家呢,为什么呢 他就是 都可以这么说,不承认台湾地区的护照呢 都是要变相地关普京大帝事 发生什么事呢 格鲁吉瓦有个地方叫南澳塞梯 南澳塞梯当然了,就是自称一个独立国家 但是他背后就是俄罗斯扶植的势力 过去曾经是苏联时期 格鲁吉瓦、苏维埃主义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州来的 当然了,并且被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认为 现在是格鲁吉瓦的一部分 不过之前呢 因为在俄罗斯的 叫做 帮助之下 2008年 这个格鲁战争 当然也使得南澳塞梯的实际控制权 就在分离主义分子手上 格鲁吉瓦就说为什么 他们不承认台湾地区的护照呢 就是因为这个沉痛地失去了南澳塞梯的土地 所以他感同身受 当然了 台湾是中国的部分 他也觉得南澳塞梯是我们格鲁吉瓦的部分 也是感受到中国的 看到台湾有些台独分子就很不承认台湾地区的护照 这次格鲁吉瓦 原来也是一件事令西方抹黑的 美国驻格鲁吉瓦大使 邓尼根原来 抹黑中国在格鲁吉瓦建设港口 指责格鲁吉瓦政府不应该选择和中方合作 格鲁吉瓦也是强烈搏斥 格鲁吉瓦的总理科巴·希澤就说美国是严重的双重标准 没办法接受 格鲁吉瓦反对派就是这个叫运动人民力量 又是叫人民力量 原来这个执政潮业都是 表示美国大使干涉格鲁吉瓦内政 你记住 一般来说反对派就跟外部势力可能会好些关系结果 反对派 运动人民力量也表示 这位美国大使跨越了红线 冒犯了格鲁吉瓦人民 也是干涉人家的内政 这位邓尼根原来接受格鲁吉瓦媒体访问时 他不单止将中俄之间的正常贸易 也描绘为资装俄罗斯战争的手段 亦对格鲁吉瓦和中国的合作项目指指点 他说 中国在资装俄罗斯的军事方面排第一 证据呢? 证据呢? 有啊 军民两用 真是你 这个是万能之类的 军民两用 你说军那边 民那边你不用说的 做生意他也认为你是支持他 印度呢? 印度呢? 欧盟也有跟俄罗斯马亦液化天然气 到此时此刻还有日本呢 亦炒作说 签订建设阿纳克利港 这个合同就是由中企 这个中企就是中国政府控股的 亦是暗示你究竟是不是 糟糕 好心你说来说 又说做什么东西军港的东西 唉 每个国家你都说 其实 是说口你就说军港 基本上是 真是笑死人 他亦说 这样很危险的 你们不应该这样做 其实又有什么危险呢? 要是你投资 我就想问一下 要是你投资 当然 现在 那些西媒都是 连一气 好像这个法港亦都说 中国牵头的财脱 将会在格鲁吉亚黑海沿岸 建设大型港口 亦都说可能会修建军 你什么差都说修建军港 另外美国之音 一条气过他们一条抢出来 美国之音亦都说 备受争议的 中方支持军港 他又说军港吗? 就是 这个港口就是中之成见的 就是说到杀有介绍很危险 格鲁吉亚当然是火滚 你老是当人的傻 后来 这个格鲁吉亚总理 是 科巴 欺责 他就说 众所周知中国 是欧盟和美国的 重要贸易伙伴 这件事他们又不说 只是强调竞争 不说合作关系 是吗? 他也告诉记者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却听到 有人批评格鲁吉亚深化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关系 这个是双重标准我们无法接受 他也告诉记者 他认为某些伙伴对于中国 问题的态度 是绝对不诚实的 希望美国大使能够 为改善格鲁美关系作出贡献 即是你现在在赌米的意思 之前格鲁吉亚议员 亦是铺斥了 你记住反对派和执政都一起铺斥 亦铺斥了邓梅根的说法 就说这个商场标准没办法 接受 美国大使必须明白 格鲁吉亚不是一个二等国家 亦不是 没有主权的国家 这位议员也说敦促美国大使 更加认真地对对格鲁吉亚社会和国家 是民众的利益 并且反问 如果美国大使不能接受中国 为什么 美国总统还经常派人去中国 想着跟他们对话 这件事你真是问得好 但他们对话完又是搞中国 他可以说我没有变过 我们对话完就搞中国了 格鲁吉亚反对派运动人民力量 亦强调 格鲁吉亚 就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美国要求格鲁吉亚不要 和中国深化经济 关系合作 其实和 华盛顿的布鲁塞尔 亦有和中国经贸往来智商矛盾 他亦认为 这位 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 踩了格鲁吉亚民众的红线 亦冒犯了格鲁吉亚人民 亦攻击了格鲁吉亚的主权和独立 对格鲁吉亚民众的骄傲 深破坏港口项目的计则 这应该是 应该是 他当然不想你起 看来格鲁吉亚在今年五月 一家中国公司成为了 阿拉克里亚 建造在黑海最深海港的国际投资者 格鲁吉亚政府 就会持有这个基建51% 即是他能控制 国际投资者只有49% 而且你说过 在其他国家建计这些基建 如果真的发烂 他可以收下来 难道你专专拆回去吗 港口拆了 搬回中国 这些没脑 格鲁吉亚政府发布的讯息也显示 是准备建设中的阿拉克里亚深水港 是一个综合性的港口 不是什么鬼的军港 他就是搞集装商 还有 干散货 设计最终的吞吐量 就是一亿吨 总投资也超过二十几亿美元 这个港口是深水港 这个项目是一波三折 格鲁吉亚TBC银行和美国康迪国际公司组成的财团 曾经 想着在阿拉克里亚 建设港口 双方也签订了二十五亿美元的港口建设合同 但是由于多年来的政治争议 这个计划2020年就是取消了 2022年 格鲁吉亚政府宣布重启这个项目 也启动了招标 喂 招标其实你可以去投标 那你又不去 投标失败就是法老皮 格鲁吉亚也位于黑海东岸 战略位置 当然格鲁吉亚也是欧亚的一个交接口 格鲁吉亚 这个位置也令到他们对接中国和欧洲贸易 的通道成为一个中间走廊 而且很重要 2022年 沿着这条线的贸易 是稳步增长格鲁吉亚边境的 大货车大排长龙 巴桶港和波桂港的吞吐量 亦都接近饱和 格鲁吉亚自认也是缺乏高质素的基建 他们的 过境潜力就得不到发挥 所以希望 他整个过程是投标的 你为什么要投标 你说 透明 整个过程 为什么你输了 是不是个价 和其他的质素 是 条件不够 赢标的人 很厉害 这些很正常 有人拿到有人拿不到 中国做基建的撒家 你知道 欧洲复兴银行 和细银等组织 警告格鲁吉亚 如果格鲁吉亚没有一个允许大型船 船隻 更高 效地运输的深水港作为全球贸易路线 格鲁吉亚中间走洞作用 没有竞争力 当然他们都知道要做 是不是 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提出 就是要一个有实力的 这个是公司去参加投标 不单只是一个 很多家 中国企业是参与 亦都令西方不开心 美国回看之前亦都说 中国企业建设 阿纳克里亚深水港 说得多大 中国就可以控制欧亚大陆的贸易路线 说得好像洪水猛兽 中国在这个项目当中的股权 亦都对欧盟 打击很大 它只有49% 不是51% 当然欧美一贯炒作 格鲁吉亚很生气 亦都对和中国的合作表现出极大信任 格鲁吉亚的 议会财政及预算委员会主席 亦都表示 美国和欧洲企业 哈? 他们说不参加 不参加投标 撑你 他不参加 就说你中了标 就不开心 原来 后来格鲁吉亚媒体就说 这些企业就没有肉食 无利可途赚那么少钱 所以就不参加 那是你自己放弃 哦 又是这样 自己放弃之后 别人中了 你干什么 来搞军港 来控制欧盟的经济命脈 而中国参与的 意味着 起码保证港口可以按时按量 按质数 这样完成 这个事实 不过说 他说欧盟 这个欧盟 如果他允许格鲁吉亚继续 入盟的进程 他也 捏住格鲁吉亚的要害 结果欧盟真是蠢得死 他说我们冻结格鲁吉亚 进入欧盟的进程 因为他现在是候选港 原来 欧盟驻格鲁吉亚代表 昨天也说 受格鲁吉亚今个月 通过了 是外国代理人法案的影响 格鲁吉亚加入欧盟 的程序已经被暂停 其实你越是这样推他 可能他更加是倾向中国 对 反正你也不让我加入 现在就很浪费 对 对 你也说你是 令我想起之前 大平洋岛国 索拉门群岛 死都说你是 说到总你都问 你就是 是 不断说是 说服别人 这次节目时间到了 多谢各位再见